喂大哥給點反應來吧 走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想在電腦上面錄影片 分享給你的朋友 或者可能教一下別人的軟件怎麼用 看看你玩遊戲有多厲害 以我所知有幾種軟件可以拍到影片 就像Win10 你按Windows再加G鍵就可以錄影片 還有Bandicam和Flaps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讀 不過有些軟件又要令人買 又或者效果令人不滿意 為了這條影片 就用Flaps錄一條60fps的影片 看到太差勁 現在就很厲害 不只是看上去拿 是實際上真的這樣拿 真的 啊 在這條影片中 我想跟大家介紹一個錄影片的神器 就是NVIDIA的ShadowPlay 我發現這個軟件錄影片的時候 真的感覺不到它對電腦效力有什麼影響 就算你玩一些很大型的遊戲 都是這樣畫 它的Frameway的影響真的 味乎其微 可以說是 除了這個遊戲之外 它還支援到這個桌面錄影 就是說你可以開這個photoshop 然後就像這樣快播 又或者錄一些軟件教學 都沒有難度 這個軟件除了支援最基本的手動功能 以及直播功能之外 還有這個觸掛神器 這個自動追蹤的功能 最多可以省下20分鐘之前的影片 這樣你就會好好地省下硬碟裡面的空間 還有這個軟件是支援60和30的錄影 還有衛原速率 簡單來說就是有多細緻 還有這個最高支援4K的錄影 最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錄遊戲裡面的聲音 還是錄遊戲和麥克風裡面的聲音 這個非常重要 你不希望在做一些解說的時候 錄不到你 你要用另外的軟件錄的 對不對 好了 看看軟件的硬件要求 再來系統 不用看RAM很基本的東西 CPU非常基本 這本就直接的 不用看了 好了 不過我們要看看你的GPU 它就要是GTX系列的顯卡 Banana 即是說顯 SidneynVidia 是6-以上的顯卡 現在市場洗手段最低的是DX 即GTX 650 1,000元以下就可以買得到 如果你這麼不幸A卡的用戶 其實不用擔心 因為AMD官方都出了差不多的軟件 可以錄到影片 不過我沒有用過 就沒辦法做一些介紹 而我所知這個AMD軟件比NVIDIA差一點 如果你沒有顯卡的話 我也盡量買回顯卡 或者Win10內置功能 或者其他的軟件去做這些 不過效果是認真 參差不齊 又或者不是那麼好 好了這樣的話 這條影片就到尾聲了 如果你願意支持我 繼續做這些影片 分析自己的經驗的話 希望你可以訂閱一下 因為其實做這影片是非常辛苦的 消耗很多很多的時間 好啦我們下次再見啦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最好